你們拍下她的照片 其實你最主要是想要她的造影 還是什麼呢 不是啊 我會 譬如有時我可能在那個天馬南附近 有一些很assie的椅子 我看到那些伯伯坐在那裡 我就跟她一起坐在那裡 她用口罩遮住眼睛 口罩不是遮住嘴巴嗎 你怕焗掉就脫掉了 然後你又要遮住眼睛 那人家睡覺呢 我打算很久 她又用膠袋這樣鋪著自己的手 我就想拍下她 因為我不想跟她一起坐太久 我就回家看著她到底在做什麼 今天的嘉賓已經準時來到直播室跟我們聊天 對於我來說 這位朋友是我第一次見 但是對於天欣和青來講 他們都訪問過她 而且大家都一起共事過 所以都是認識的 又要說回舊事 想當年在我們商台有一個地牢的辦公室 我第一天進來的時候 就已經看到忠雪在那裡 就一起坐在地牢 以前應該是五六年前 那時候就一起在地牢工作 對 應該是17年了 17年是吧 那時候就玩 工作 要工作 要娛樂 沒錯 剛才介紹了 今天我們的嘉賓就是鍾雪瑩 Hello 三位好 Hello 鍾雪瑩 我覺得可以說是近期的 在斜角的人 不是說她中了斜角 就是Slash 有很多不同的身份 以往也是DJ 我們903的同事 當然現在也是演員 也是填詞人 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今天她是演什麼新聞跟我們聊天呢 Slasher 所有事情都可以聊 我以鍾雪瑩的心 夠上一年 對天一來說 今天可以跟鍾雪瑩就聚咎 很久沒見了 真的 是啊 很久沒見了 自從離開了電台之後 是不是已經 是2020年離開電台的 就已經無再見過 好像見過一次 她有時回來錄一些廣播劇 是啊 有的 見過一兩次 但坐下來聊天就很少了 是啊 現在都主力去發展你的演員的工作 是啊 幸好一直都有一些拍攝的機會 那就繼續努力當中在電影方面 你知道嗎 她今年算是產量是非常多的一個演員 是啊 有數過 尚詩人 有數過 是啊 其實看到她真的慢慢進步 好像在2021年就拍了四套 在2022年的時間 我們現在看到她的失紅空間 深圳選皮球 今晚也有一套戲將會是首映的 沒錯 大家介紹一下 是啊 今晚就會有正義回廊的首映 這是一個關於法庭的群戲 就是一宗幾年前香港發生的奇案 人們 觀眾 律師 證人 當事人到底怎樣去看這件事呢 怎樣去為這個案件作出審判呢 有很多很出色的演員 很開心可以在他們之中參與這個作品 這一套戲有阿Jan 林海峰 還有蘇玉華就飾演變捕律師 還有蕭仲恒 有蝦頭 周文健 周文健就做那個 檢控官 對 檢控官 對 中雪瑩在裏面就是飾演 一個陪審員 陪審員都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 現在在法庭當中 你負責判他審無罪 他們大家把資料都說給你聽 你決定 這個很厲害 這次陪審團還有九個演員一起做 其實還有的 還有是為什麼呢 因為這套戲 某程度上都想觀眾成為陪審員的一份子 成功的 觀眾是第十個 第十加N 全部人一起做 這次陪審員的角色都蠻特別 外形方面就是染了一個藍色的頭髮 因為有些優先場有些朋友已經看過 就會看到你在裏面的演出就是一個少女 粉絲質俗一點 對 顏色的頭髮也喜歡粉絲質俗 我行我素 作為一個陪審團的演繹 你之前有沒有試過曾經有機會做過 那也沒有 我有收過信的 警告信嗎 叫我確認自己的地址 以後如果我抽中的話 會寄回第二封信給我 但我只收過這封確認地址 即是你在名單裡面 看看遲些會不會抽到你 對 但就沒有再出現過 那你有沒有參考的方法 在做這個陪審員之前 即是可能其他角色都會有些原型人物 可以參考一下 那你這個看劇本還是怎樣 其實導演有九個人在看這件事的方法有少少街 那我就是一個喜愛奇案的人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人都很喜歡上網看那些片 喜愛分析片 那我就是算是其中一個這樣的女生 那那時候也有看下這樣 哈哈哈哈 看下啦 所以事遲也要做資料搜集 要準備一下 外形方面就要刻意染頭髮 是不是 那個不是很難的 因為髮型師沒有叫我染 每天拿髮來穿著就搞定了 是呀 原來這樣就可以有彩色的頭 真是 那些髮泥就會捉到有顏色嗎 是呀 有些是有顏色的 好像髮蠟的髮泥 但是有很多 你是不是要試一下 我想試一下 我有 我割給你試一下 那麼重要 例如金色髮泥 他捉上去就變成金色 是呀 銀灰色就可以變成灰色 有藍色就變成藍色 是呀 我那時候是 前面是藍色 旁邊是綠色 後面是紫色 我以為有時間搞的 不是呀 只有四個字 好快呀 這四個字 好趣呀 反而我想知道多一點 在每次中雪 你拿到劇本去看自己的角色的時候 你有什麼習慣去做功課呢 這個問題很深呀 你自己的習慣 就是你自己的程序 我自己的習慣就是由頭到尾看一次 然後就去找一下身邊有沒有類似的人 你會不會直接找你身邊其中一個朋友 作為這個角色的藍本呢 如果他覺得背景相似 或者性格相似的時候 你平時都會觀察他多一點 看看他有什麼重點可以拿出來呢 也會的 但有時候可能不是朋友 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走路的人 其實我本身除了走路 我都喜歡坐車的人 我比較喜歡走路 走路就會見到很多街坊 一些叔叔嬸嬸 又或者在街上見到類似形狀的人 我就會停下來或者跟著他們 或者是偷影他們 真的會的 然後你就做了自己的某一些所謂的功課 這個正呀 這個當被人抓到 你幹嘛偷影我啊 我正在做功課 劇本的功課 他立刻放手了 是嗎 他不放手 香港電影又被他搞 所以要放手 也會說一聲不好意思 就是這樣 真的試過被人見到 但我現在在想如果他真的這樣的話 我會可能我會刪除了他 不知道大家看到 我接著電話就不用怕了 因為他正在做劇本 譬如你們拍下他的照片的時間 譬如你最主要是想要他的造影 還是什麼呢 不是啊 我會 譬如有時 我可能在那個天馬南附近 有些很RSI的椅子 我看到那些阿伯坐在那裡 我就跟他一起坐在那裡 他用口罩遮住眼睛 口罩不是遮住嘴巴嗎 你怕焗就脫掉了 然後你又要遮住眼睛 那你睡覺呢 我打算很久 然後他又用膠袋 固著自己的手 我就想拍下他 因為我不想跟他一起坐太久 我就回家看著 他到底在做什麼 我想想想他的思維在想什麼 那就是這樣 類似就是這樣 可能我就會慢慢存在一些人物的故事 就放在自己的袋裡 直到如果有時 劇本裡面有一個類似的 可能因為陪審員都有九個 除了看自己之外 可能會看看其他不同年齡的人 可能這個又是那個阿伯 都是這樣想的 那你可以知道怎樣跟他相處 或者對戲也有幫助 而且最主要是我覺得有趣 如果不有趣的話 就不會想繼續鑽研下去 就找到一些有趣的地方 自己就會更加貼近那個故事 這樣才夠貼地 因為這些真的是生活 生活中意見到的事 因為我記得我之前 都很久之前 我訪問過鍾雪的同阿楓 那時候你說了一件事 我覺得很有趣 我就記得到現在 因為你就說你很喜歡去Casting 你經常去Casting 我會喜歡去Casting 那正義回郎是你自己Casting 還是導演主動找你 正義回郎不是我Casting 是因為導演那時候 想找一個我剷青的女生 剛好我在一個MV剷青 然後她就不方便 這樣就聯絡了我 不會的 她一定看過你演出 對你有信心 那你現在是否繼續不斷去Casting 如果有的我都會去 因為我想未必 每個人都聽到節目的內容 那為什麼我這麼喜歡Casting 是因為我覺得 很棒是免費的 可以去學習 學到什麼 很多人去上台付很多錢 然後聽別人的意見 或者看其他同伴怎樣去演戲 Casting的時候 就會有另一個Casting的人 跟你一起去Casting 你又不用付出任何金錢 有時Casting沒有人跟你對戲 導演在鏡頭後面這樣說 也有一個副導演 你學生而知 鍾雪瑩多喜歡演戲 就算她那天沒有通告 或者所謂沒有收入 她都很樂於演戲 因為她熱愛演戲 我喜歡電影這件事 我覺得Casting就是她們的一部份 都是構成故事的一部份 都是前期製作的一部份 最有趣的Casting 你有什麼經歷 你對她來說很深刻的 這個有點考起我 有沒有試過Casting西片 Casting西片 有嘗試過 不過那些都是拍一部份 自己的視頻傳過去 就不太有印象 OK 那現在雜時剛才問你 你就一時之間想起 一時之間就… 電話已經接通了 對 你將會在下星期四 還有一個Casting 都是 或者是很難的 有些很難的 未必在演得 有的有的 譬如拍EasonMV的時候 其實不知道拍什麼 去到Casting 她說你現在跳舞 但你是跳舞來講 無緣無故跳舞 沒有音樂沒有性的 不是 她就說你是一個被欺凌的女生 這個女生她很傷心 她很傷心很傷心很傷心 所以她就決定跳舞 就是這樣 導演就是這樣 所以你用那個情緒 來做一些肢體動作 其實沒有那麼跳脫 導演的導演 但是我吸收到的東西就是 因為我那天可能有點亡言 我就吸收到她很傷心 然後她就會跳舞 那我怎樣將這件事連在一起 我就覺得很有趣 但是去到最後的結果 就是好像那個MV一樣 唉 好啦 我成功都得到這個角色 可以演繹到這個 被欺凌很傷心很傷心 然後跳舞 這個心露力成出來 做到了 你好厲害 我實在不容易 哈哈 一圈圈 為你圈中生活娛樂大小事 即刻like share comment 再在YouTube 按著小鈴鐺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雙台節目重溫 關烈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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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